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娱乐圈最热门的事件是顶流男星吴亦凡的《九桌选飞门》。 他被一名女大学生都美族连环爆出了性侵夺位女生的丑闻,丢失了所有的品牌代言。 名誉和利益都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所谓射字头上一把刀,其实何止吴亦凡? 这些年来,有不少男明星都因为做不好当部管理,被逃色丑闻,毁掉了事业,甚至身败名裂。 今天我们就按时间顺序,来盘点其中受到最严重冲击的十位。 陈冠希曾经是香港娱乐圈新一代的人气偶像,在歌坛、影坛双线发展,参演过《无间道》系列、《头文字D》等电影, 因其俊朗的外表而被广泛看好,甚至被认为是天王接班人之一。 2008年1月底,陈冠希因为修理电脑,导致硬盘里面的大量亲密照片外泄,流传到互联网上。 这些艳造火爆辣眼涉及到十几个女星,包括张伯芝、阿娇等一线当红的女艺人。 艳造门事件在香港的娱乐圈刮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巨风,陈冠希不得不召开记者会, 承认大部分照片都是自己拍摄的,向公众和所有受害人道歉,并宣布无限期退出娱乐圈。 张伯芝、阿娇等本来红都发紫的女星,因为这次事件的冲击一蹶不振。 2010年,陈冠希宣布付出香港乐坛,但乐坛已经没有了她的位置。 文章是内地男演员,主演过《裸婚时代》、《失恋33天》、《奋斗》、《西游祥磨篇》等经典的作品, 获得过百花奖最佳男演员、金英奖最具人气男演员等奖项。 2008年,她跟女演员马依丽的姐弟恋修成了正果,走入婚姻殿堂。 2014年3月,网络爆出了文章和另外一个女星姚迪的新密照,其婚内偷心的丑闻由此爆发。 文章随后发布了公开声明,诚恳道歉。 马依丽则说出了婚姻不义且行且珍惜的名言,原谅了文章。 但婚姻的裂痕一旦产生,就很难彻底修补。 这段感情又且行且珍惜了5年,到了2019年7月28号, 最终还是以离婚收场了。 不可否认的是,自从出轨丑闻爆发后,文章的影视资源就一年不如一年, 由当红榨纸机变成了过气。 黄海波是中国大陆男星,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科班毕业, 曾经先后参演过30多部电视剧和10多部影片, 被称为是新一代的实力派男演员。 他还在多个颁奖礼上获得了最佳男演员称号, 是影帝、市地级别的人物。 就在黄海波的事业红红火火的时候, 他却突然自毁虔诚了。 2014年5月, 他因为在北京某个酒店里面嫖娼, 被警方当场抓捕,并行政拘留。 黄海波对嫖娼一事公认不讳, 最终被收容教育6个月, 教育期满后, 他重获自由, 但娱乐圈已经没有了他的立足之地, 真可谓是一师足成千古恨, 再回头一百年生。 王全安是中国著名导演, 拥有相当的国际声誉, 指导过《图雅的婚事》、 《白鹿园》等电影, 并凭借着前者, 获得了第57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的金雄奖, 站上世界电影的最巅峰。 2011年4月, 他和性感女神张雨琪结婚, 这段才子配家人的感情, 得到了无数人的羡慕。 然而, 三年之后的2014年9月, 王全安因为涉嫌连续多日的嫖娼, 被北京市东城区警方行政拘留。 警方说王全安在居民楼里被当床抓住, 并公认了违法事实。 这一次的嫖娼事件震惊了娱乐圈。 一般人都很难相信, 张雨琪是及天使面孔和魔鬼身材于一身的大美人。 王全安由此娇妻, 为什么还要去采摘野花呢? 嫖娼的丑闻, 给王全安的事业和婚姻都带来了毁灭性打击。 他被广电总局列入《猎记艺人》中, 其作品被全部暂停播出, 张雨琪也不堪其辱, 跟他离了婚。 陶泰泽是台湾乐团的著名创作歌手和制作人。 有RMV音乐教父的美称, 其代表名曲多不胜数, 曾经拿过台湾金曲奖的最佳华语男歌手, 是整个华语乐团屈指可数的顶尖人物。 2015年6月, 他被曝出婚内出轨, 瞒着妻子江佩荣跟前女友梁子琴藕断丝连。 丑闻曝出之后, 陶泽先发布声明, 说自己和前任的交往, 妻子全部知情。 随着事情的进一步深发, 他在7月8号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修改了说辞, 正式承认自己婚内出轨, 向太太、亲人和歌迷至上最深的迁移。 有意思的是, 陶泽为了证明自己被动出轨, 特意将和杨子琴的聊天记录, 做成了一份专业的PPT文件, 向前任捅了一刀, 他因此被网友们戏称为史上PPT道歉第一人, 前任插刀叫叫父。 吴秀博是个大气晚成的男演员, 年过40才开始慢慢走红。 先后主演过电视剧黎明之前, 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系列等作品, 拿过最受观众欢迎男演员, 最佳男主角等电视类的奖项, 还刷新过中国大陆爱情片的票房记录, 其暖男大叔的形象深入人心。 2015年9月, 25岁的内地小明星陈玉琳突然爆料, 声称自己和吴秀博之间 有过一段长达7年的地下情, 并说吴秀博除了他之外, 还有其他情妇。 让人偷目结舌的是, 对于旧爱的爆料, 吴秀博彻底颠覆了好男人的形象, 选择了犀利还击, 将逃色事件升级为刑事案件, 以涉嫌勒索为名, 将旧情人送到了监狱里。 而他自己因为婚外情丑闻, 成为失德艺人, 遭到了全面封杀, 演艺事业彻底完满。 高云祥是中国大陆影视男演员, 拿过中国汽车模特大赛全国总冠军, 因为电视剧公所连城而引起广泛关注, 2015年更因《米约传》的大红。 2011年8月, 高云祥跟女演员董璇结婚, 两个人被称为一对逼人。 然而, 到了2018年3月, 澳大利亚有媒体突然爆料, 说高云祥在悉尼涉嫌性侵而被捕。 被性侵的人是一个36岁的华裔女编导, 其颜值虽然也不错, 但跟董璇没法比。 丑闻爆发之后, 持续审理了半年, 最终高云祥没有背叛犯罪, 但其婚内出轨, 算是彻底坐实了。 董璇陪伴他走过最艰难的官司岁月, 然后选择了离婚。 高云祥则生育大跌, 就连拍完的电视剧都无法播出。 许志安曾经是香港乐团的中间人物, 实力派唱将, 先后有过30多首冠军歌曲, 拿过最受欢迎南歌星奖。 2013年末, 他和香港的天后几女歌手郑秀文, 经过了多年的分分合合, 终于走入了婚姻殿堂。 2019年4月16号下午, 香港某媒体播出了一段视频, 51岁的已婚男歌手许志安, 跟30岁的女艺人黄新颖, 在出租车里面亲热残眠。 而黄新颖的男友, 是无线台的著名艺人马国明。 视频曝光之后, 许志安当晚就在酒店里面举行了记者会, 向公众鞠躬致歉, 表示自己做了一件不被原谅的事, 觉得自己十分恶心和陌生, 表示愿意承担责任, 由即日起暂停所有工作, 直到找回真正及正确的自己为止。 罗志祥是香港著名的艺人, 身兼歌手、演员、主持人、舞者、 经纪公司老板等角色, 外号小猪。 他在台湾很受欢迎, 连续四年获得过台湾唱片销量总冠军, 也曾经被星爷看中, 主演了电影西游祥摸片和美人鱼。 罗志祥的事业红火也很忙碌, 他也以高效的时间管理为荣, 对外公开宣称, 时间就像是乳沟, 挤一挤就有了。 2020年4月, 罗志祥的女友周扬青在微博发文, 指责他同时跟大量女性流染, 包括化妆师跟旗下的女艺人, 甚至还玩多人运动。 自己之前已经多次原谅了罗志祥, 但最终忍无可忍选择分手。 周扬青很困惑地问, 我每晚都和你到三四点钟才说晚安, 你哪来的时间约其他女生呢? 你不用睡觉的吗? 对于这个爆料, 罗志祥公开承认确有其事, 并向周扬青和其他受他骗过的人致歉。 受丑闻影响, 罗志祥代言的广告商迅速将广告车下换成其他艺人。 而网友们开始了狂欢模式, 给小猪封了不少新外号, 多人运动天王, 时间管理大师, 深度睡眠第一人, 还有慎保代言人。 吴亦凡是内地娱乐圈的顶流男性, 2014年, 他从韩国归来, 迅速在内地娱乐圈刮起了一股旋风, 成为人气最旺的男性之一, 并一直延续到现在。 2021年7月8号, 19岁的中国传媒大学学生杜美族, 在新浪微博爆料, 指控吴亦凡用选MV女主角, 工作室签约新人等理由, 将女生约去参加饭局, 曾经灌罪并性侵夺人, 并爆出了大量相关的聊天记录, 同时还嘲笑了吴亦凡的性能力, 说他的尺寸如鸭签, 建议改名为吴谦, 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吴亦凡工作室火树否认, 警告女方立刻删除爆料的内容, 并说律师已经完成了取证和报案。 都美族随即表示自己不怕被起诉, 并爆出了更多的细节。 双方在网络上各执一词, 让吴亦凡连续多天八瓶热手棒。 随着丑闻的发酵, 几乎所有的签约品牌都终止了和吴亦凡的合作。 不少女生也站出来指证吴亦凡, 网友们也推波助澜, 给他封了千千君子, 无痛针灸等外号。 截止到我做这期视频的时候, 吴亦凡的丑闻还没有定论, 但其名声和商业价值已经严重受损。 至于会不会闹到像女方威胁的那样, 要退圈收藏, 就要看事态发展了。 好了朋友们,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红色按钮订阅, 点赞和留言交流, 分享明星幕后的精彩故事, 感悟红人背后的百味人生, 我们一起蓝眼看世界。 今天的视频 的视频